为了提升人们对清洁水域的意识 人民协会发起运动 参与者只要清理水稻垃圾 就可以免负皮滑艇的租金 受到不少人的欢迎 水域监督协会则发现在水稻找到的垃圾 比以往多出了一倍 来看记者陈思璇的报道 烈日当空 在加冷盆地一带 不少人坐上皮滑艇 不停地往水里探 原来他们正在捡起水中的垃圾 这是板上清水天地举办的捡垃圾活动 每个参与者在一个半小时内 一般可以捡到一桶或是两公斤的垃圾 一般的皮滑艇可能就只需要一把滑桨 不过今天我还带上了夹子和水桶 让我可以一边滑一边捡垃圾 其实这样看似简单和轻而易举的小动作 也可以让你为保护大自然 尽一份免力一举多得 这个星期单单为止 我们就有165个参与者 参与者人数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专业人士 还有年轻的父母跟孩子 最近的天气豪雨不断 所以很多垃圾都在水道里面 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是以五人一组 所以如果小组在水上活动之前 或者在水上都要跟别的小组保持距离 还有不可以有任何的交流 非盈利组织水域监督协会则出动船只 脚踏船和脚车等 在全岛三个地点 滨海湾 榜鹅和玉朗一带 开展水道清理活动 一般周末会吸引30人参与 为安全起见 协会目前只让已完成疫苗 接种的会员参与活动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